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刘乌老火房三合院 其实是重新诊建过的 因为十年前的921大镇 百年历史的老房子也倒塌 是地震之前的 88年921地震之前的 土牛客家文化馆的原貌 是刘家祖先的主题 那因为921的时候 太严重了所以它垮掉 垮掉我们刘乡长 为了推行大土客家文化 所以就用客委会的钱 还有他们自己募捐的钱 像这个工厅就是刘家 自己募捐的把它盖起 后代子孙为了保存 发扬石刚客家文化 向乡公所和中央筹措经费 赤资4900万元 在原地重建了客家三合院 恢复以往的风貌 客家人有一个叫做主在厅 神在庙 也就是客家人的那个三合院 那个工厅里面是没有神明的 只有祖先排位 工厅下面客家人是土地龙神 那闽南人是虎爷不同 那第三个就是门 你看客家人的门是客家蓝 那闽南人不一定 代表地方人文象征客家特色的 土牛客家文化馆 有着别处没有的精神价值 它是一个有故事 也正在写故事的博物馆 小小的文化馆 有45名志工 每天轮流当导览 介绍客家族群的真善美 浏览完石刚乡的土牛文化馆 到附近的石水科休闲农场绕一绕 站步在没有桥墩支撑的 情人木桥上远眺河岸景观 再到当地的餐厅 品尝农夫栽种的鲜菇火锅 悠闲度过一整个下午 这边骑脚踏车 骑马 看一些小动物都生态非常丰富 这是来与原生种的迷你之物 有着丰富生态的休闲农场 小朋友能近距离和动物接触 可爱的小白兔 爱吃红萝卜的山羊 甚至还能采蜜 我们来找一下我们最漂亮的女王风 孕育着不同文化的石刚乡 丰沛资源 伴着客家人文风情 带领游客探索这里的美丽 重庆后的三个院 展现客家火房的百年历史 45名志工的文化馆 诉说客家风情的悠远深邃 走进石刚 领略感动时刻